準備 一開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中間魔術控制 外蘭狀元及底 裡面還有賢者無敵 黑衣走上去緊張大師粉紅衣 但第四位還有龍之輝 後面的媽媽美麗第一暫時尾三 外蘭那邊粉紅眼水晶酒杯 後面兩隻電氣騎士 賢者無敵暫時拖著 跑了一段路程 前面放的馬緊張大師 魔術控制在第二位 狀元及底第三位 埋扁有龍之輝 最後白備亮粉紅走一隻 美麗第一 馬南中間還有狀元及電氣騎士 最後二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馬還是這隻魔術控制 埋扁追 美麗第一逐步追上來 兩隻馬中間還有龍之輝 外蘭米只是狀元及底 接近中間美麗第一 一路衝上來就贏出這場國慶杯 跑第二名是魔術控制 狀元及底第三 龍之輝 跑第四 結果今場賽事 美麗第一 沿路到走入面的場地 但也一樣衝贏 魔術控制 越級挑戰都能夠跑到第二 第三名外蘭位置 狀元及底 第四就是龍之輝 一跑到三級賽 一跑到三級賽 巴道會現身 美麗第一 回到來都輕鬆贏 跑第二名魔術控制 第三名狀元及底 第四名龍之輝 龍之輝 看上去 龍之輝 龍之輝 中段開始 和美麗第一 速度 挨拆 外蘭的位置 水晶酒 布 戰利騎士 拖了下去 包尾 暫時還算是賢者無敵 但是跑到最後的百零二百 他就拿一條舌頭出來玩 那隻賢者無敵 其實他完全沒有反應 他就拖一拖一拖 裡面 美麗第一 其實都看著你魔術控制來跑 拍了幾邊 不過全部都是115磅 除了賢者無敵 其他都是多數是115磅 磅頭那堆是得緊張大師自己退 電器騎士都叫做